各位幫手迷早安玩玩 我是阿渡看 稍早林子偉透過經濟公司宣布了一件大事 就是他今年決定要回台灣參加終止選秀會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讓我們用五點來分析一下 為何林子偉回台灣會掛起這麼大的旋風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點就是林子偉他上過大聯盟 大聯盟是所有棒球人當中最推崇也最高的一個夢想 只要有機會能夠旅美 大家都會想盡辦法擠進大聯盟 因為那是棒球人心目中最高的一個殿堂 而林子偉在2017年6月未經過3A的測試 便直接跳級升上大聯盟 成為全台灣第13位升上大聯盟的球員 那幾年間 全台灣掀起了林書豪後新的林來風 只要林子偉有好表現 上面都能有滿滿他的新聞 甚至佔滿頭條版面都不是問題 而且總計他在大聯盟出賽超過100場 最終在大聯盟留下43隻安打的紀錄 這43隻安打讓他寫下台灣的MLB球員最高紀錄 儘管最終被張玉成超越 但仍是台灣人印象相當深刻的紀錄 因為曾經上過大聯盟 所以他的名氣比多數球員都還要高 如果能在台灣一賭 這位上過大聯盟的球星打球的英姿 也是讓球迷相當興奮的一件事 再來是超強工具人 這件事對於一隻正在發展的球隊來說 絕對是再重要不過的事情 無論是台綱、統一或是富邦 都非常關注林子偉回台灣的這件事 林月平在前幾天受訪的時候 也是說到如果有機會的話 絕對會把林子偉挑進入球隊 而邱昌榮則是說 希望林子偉能夠回台灣參加選秀 因為他會是我們球隊相當需要的戰力 對於中職的球隊來說 林子偉的守衛真的很香 因為他是中線選手 無論統一、富邦還是台綱 他們的中線至今都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雖然目前都有主戰二游 但距離頂尖的等級還有一段的距離 如果能補上林子偉 這種二游都能守的球員 絕對對他們來說是一大進步 除此之外 林子偉連外野都能夠守備 而且守備能力也不馬虎 是能夠穩穩的替球隊 守下每一球的外野手 所以林子偉對於中職的球隊來說 非常香 想要補足任何位置他都能夠升任 堪稱超級寶玉 無論出局2-3的有人 林子偉的球數是兩號一貫 林子偉再投這個球 打在二臉包附近有一手撲下去 沒有來下來穿越 所以這下子2-3以上的投手 應該要回來得分都不成問題 林子偉 繳出了2-2的表現 而且這兩隻暗打 這都是紮紮實實的暗打 林晨飛剛剛其實撲界的反應是蠻快的 你們來不下來啊 因為打的速度太快 這樣中外野手處理的 第三點是握有撞圓籤的台鋼 曾經直接點菜 在今年經典賽訓練期間 洪一中也接管台鋼的總教練不久 但他對於台鋼的陣容 已經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曾經一手打造拉牛熊的洪一中 也表明希望林子偉能夠回台灣參加選秀 因為他們現在正缺一名明星級的選手 畢竟台鋼現在的陣容 都是比較年輕的球員 並沒有太多能夠吸引票房的選手 所以洪一中直接點菜 如果林子偉回台灣的話 台鋼也確實可以選進林子偉 來去增加他們的票房 除此之外 台鋼現在的外野火力也偏薄弱 整體攤出來看打得比較好的 只有兩個外野手 而內野手的部分 台鋼的二雷手還沒有特別固定 林子偉也是一名相當不錯的二雷手 還能跟曾子佑交流游擊手的經驗 所以大家都覺得 林子偉這一次回台灣 絕對是穩穩能夠拿下撞猿狼的肯定 這也是林子偉能刮起選秀旋風的原因之一 第四點就是今年原本是選秀小年 所以能夠挑的菜幾乎不多 今年旅美回台參加選秀的球員 又比去年還要少很多 而且高中或是大學的球員中 也比較少特別的大物或是潛力新秀 我們不難發現 今年的選秀新聞 也真的比去年還要少很多 去年是有一些旅美的球星 加上高中生大物投入終止選秀 讓很多的選秀新聞在我們的眼前 不過去年的選秀陣容 都已經是被稱為選秀小年了 今年的新聞整體又比去年還要少 所以可以推論 今年的選秀規模又更小了 不過就在選秀報名的壓線日 林子偉也決定報名參加終止選秀 這個絕對是衝擊了整個選秀的場面 究竟會是高中的大物三壘炮王念浩 會是狀元 還是上過大聯盟的球星兼超強工具人 林子偉會是狀元 所以林子偉的歸來 讓今年的選秀會規模 往上提升了一些些 大家更期待也更關注 今年的選秀會走向會是如何 林子偉也是樂天在2020年的選秀會 第二輪選進的好手 這個球又是搶進的安打 落在了右外野 這時候正宗哲 繞過三壘之後 要準備回來得分了 一局下半中要對先持得點 兩隻安打的串言 沒有任何出局數 一比你先樂天 被打的這兩隻安打 林子偉的球會稍微比較甜 但確實打者的掌握努力很好 所以這一打出去 一開始感覺像是 一點二壘方向的平費 最後是林子偉他的打擊實力夠猛 雖然在今年經典賽期間 林子偉的表現有些失常 僅僅只有一隻安打的演出 但其實林子偉本身的打擊實力 還是夠猛的 過往他在大聯盟生涯手打擊 就敲出安打 也是台灣第一位 敲出拳雷打的外野手 更還帶出過單場謀打上的比賽 那如果好漢不提當年勇的話 去年他在奧直出賽25場 攪出3x37 4x46 554的打擊三圍 OPS剛剛好是1的數據 而今年他一樣回到 獨立聯盟長導鴨隊 共計出賽31場 攪出2x91 3x92 553的打擊三圍 外帶5轟與17分打點 在今天還敲出一發3分炮 可見他現在還是具備 堅強的打擊實力 除此之外 林子偉的腳程也相當快 在奧直 他有10道的成績 而今年則是有6次的倒壘成功 所以是一名刨、打、手、兼具的 三派子球員 而且林子偉的年紀 只有29歲而已 如果被台岡選到的話 明年進入一軍也是30歲 剛好是棒球員的巔峰時期 所以整體來說 年紀並不是不選他的因素 種種因素都能讓林子偉 衝擊中職的選秀 能看著這位前大聯盟台灣球星 在場上奔跑 或是在場上貢獻他的球技 真的是全台灣的球迷 相當興奮的一件事 兩二兩塊 這一球打在了右半邊 跑到了界外區 這一球接殺沒有問題喔 哇林子偉 完成界頭之後 直接跳到場邊的座位上 手臂能力真的很好 而且很快就適應了 新狀球場這種 界位比較短 而且又有投手球的情形 前面集訓主要是以抖六球場作為 總體而言 光是有帶過小聯盟3A的球員回台灣 就能讓全台灣的球迷 刮起一陣旋風 何況是有帶過大聯盟的球星 像胡志偉跟王維中 甚至是忠信兄弟的李正昌 都在宣布回台灣的時候 讓大家非常興奮 更特別的是 林子偉回台灣的時間又非常剛好 是在選秀小年的情況 所以他的回歸 更讓他直接有機會 衝擊撞圓囊的位置 不得不說 我也非常的緊張又興奮阿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後 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 都市傳說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